塞爾維亞網球名將曹科維奇 在今年澳洲網球公開賽 南丹決賽 以直落三盤擊敗對手 拿下生涯第十座澳網冠軍 獨冠之後 曹帥重返球王寶座 生涯二十二座大滿冠賽的冠軍 也追平了西班牙蠻牛 納達爾並列史上最多 繼續來看我們為您整理的體育週報 強力正手拍打向角落 迫使對手回球出界 拿下冠軍點 塞爾維亞網球名將諾巴 在今年澳洲網球公開賽 南丹決賽 以直落三盤擊敗希臘好手 Stefano Tsitsipas 挑戰拿下生涯第十座澳網冠軍 延續打進決賽就奪冠的決賽 百分百勝率 還將澳網連勝記錄 推進到二十八場 開心捧喜冠軍獎盃 Djokovic去年經歷沒打新冠疫苗遭驅逐出境 無法延續連打記錄 今年重返澳洲還奪冠 喬帥特別感謝球迷的支持 這座冠軍也讓Djokovic重回球王寶座 生涯二十二座大滿冠賽冠軍 追贏西班牙蠻牛Rafael拿到 並列史上最多 穿上粉紅色洋裝 戴著冠軍獎盃亮相 澳網女單冠軍Arena Sabalenka 生涯首度爆回大滿冠賽冠軍 其實今年澳網抵制白俄羅斯 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讓來自白俄羅斯的他 必須以中立身份出賽 成為史上第一位中立身份奪冠的選手 賽後也有小小遺憾 奪冠不只能讓球員名利雙收 就連穿過的球衣價值跟著水漲船高 美國之戰NBA球星 LaBron James 2013年總冠軍賽 第七站的熱火隊球衣 二十七號在紐約是以三百七十萬美元的天價 拍出 折合新臺幣大約是一點一億 教學蘇富比史上第三高架的球衣 前兩名分別是籃球之神 Michael Jordan 在一九九八年 總冠軍賽的公牛隊戰袍 和阿根廷足球傳奇馬拉杜納 在一九八六年世界盃上演上帝之手時 所穿的球衣 國內來臺的焦點 則是林來豐林書豪即將來臺 加盟Plus League的高雄鋼鐵人隊 林書豪親自拍影片 向球迷報告反臺時程 表示一週內會回到臺灣 球迷都很好奇 反臺首戰 是不是就在二月十一號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還不能說 百分之百什麼時候是我第一場 那你們就是聽說很多粉絲 很多就是rumor都在猜 我什麼時候會打 我還不確定 我一知道 我保證會直接跟你們說 如果不是從我這邊聽到的 千萬不要相信 林書豪透露 自己已經有兩個月 沒有正式打比賽 還需要時間恢復狀態 加上還要先跟隊友磨合 適應體系 所以目前還無法給出明確的登場日期 記者鄭文隆銀彰 綜合報導